那价钱就会蹭蹭的涨 根本就供不应求 到时候羽绒的价格会非常高 接上集 因为省城里的人都嫌弃杀鸭鹅的活脏类 无奈的赵国庆就喊来同村的王城 王城来到后高兴的何不拢嘴 真是天上雕馅饼 幸好自己跑得快 赶上这个好机会 真是太感谢国庆兄弟了 这远亲不如近邻 我这是走了狗事运呀 我什么都不用出 一月都能挣不少钱呀 行 就是这活有点脏有点累 你别嫌弃就好 不会 这有啥脏的 累的 在农村种菜都要挑大份 比这脏多了 几乎家家户户都这样 也没见谁家嫌弃的 这干这点活就累 我又不是稻草扎的 嘿嘿 王城高兴的不行 一天宰杀几十只鹅和鸭子 那就是好几块 加上赵国庆给他的工资 一月就是大几十块钱 住的地方都不用操心 只是自己好像是便宜占尽了 就给一些鸭绒和鹅绒给赵国庆 他不会亏钱吧 一时间王城都有些替他发愁 回到工厂的赵国庆 就把想在附近的菜市场 都设一点后 让吴迪和赵夏和 有些不乐意 我们为了这么一点鸭绒 这样做至于吗 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 万一算下来亏钱了 咋办 目前我们是没找到 那种大型的屠宰场 靠去收农户的那些鸭绒绒 也不限时 产量也不稳定 现在这个看似麻烦点 后期会把成本拉得极低 这个能赚钱的 光卖掉那种鸭羽毛 都能赚回来 羽绒服现在还没流传开 等到羽绒服 一旦流行起来到时候 那种羽绒的需求量会暴涨 那价钱就会蹭蹭的涨 根本就供不应求 到时候羽绒的价格会非常高 这点房租工钱 就不值得一提 我们听赵哥的吧 你看看赵哥干啥都能成功 他说能行肯定就能行 再说了这不 大家都有活干 都有钱赚都高兴 吴迪安慰着赵夏和 江城这幅装店 其实已经开始盈利了 而且利润还挺高的 这一天 随便卖出几件衣服 除去成本啥的 随便就是上千块的利润 不显山不露水了 让人扎舍 这江城赚钱真是太容易了 我们当初在鹰山的时候 搞了那么多门面 团了那么多货物 准备那么多种类 开始的时候 一天才赚那么点钱 可这服装店 看着不起眼 面积也不大 可是那利润真是高 有钱人的钱好赚 上京那边的包裹寄来了 夏若兰取出来后 特意拿给吴迪看 吴迪摸那面料 心底就有些明了 防水防污 逆风度非常高 款式虽然谈不上多好看 但是往身上一穿 不知道有多暖和 关键是又很轻盈 就像是身上没穿衣服 可确实非常的暖和 里面的充容量 其实也不过400克 但是整件衣服 相当蓬松保暖 和那厚重的棉服一比 那棉服真是可以扔掉了 若兰 这衣服多少钱 听说用外汇买的 折合人民币 差不多上千吧 这钱才是真好赚 这会的上千块 和几十年后的上千块钱 可不是一个概念 这会就是奢侈品 一般人老百姓谁穿得起 看来把价钱稍微打下来点 把款式制论做好 让这羽绒服国内的 比国外的强便宜 这样才有市场竞争意 原本对赵国庆嘴里说的羽绒服 半信半疑的赵夏和 在看到羽绒服后 也是彻底折服了 这回他对于赵国庆 要大量收额绒和鸭绒的决定 也就释然了 他也觉得这做法很对 江大师学习的地方 希望你不要再随便出现了 这样不太好 男人要以事业为主 不管什么时候 做出点事业来 才会让人刮目相看 行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放心 我可不是什么草包 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绝对让你刮目相看 让你不后悔自己的眼光 邹光华当场就向夏若兰保证 因为他这态度很诚恳 这让夏若兰想了想 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你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不是南方有经济特区吗 你可以考虑一下 看是像你长辈那样 走仕途 或者走另外条路 其实现在做事业的机会特别多 夏若兰看着邹光华 似乎不经意地说了几句 能进是图自然是好 可我们都是第三代了 位置有限 别看我们家似乎好点 但是说不定很快就像你家一样 如果我这一代没有撑得起来的 也会很快被踢出局的 邹光华可不傻 他并不好糊弄 他家不需要多激进创新 只要躺着就好 但是夏若兰的意思 似乎希望他有所进取 这让邹光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家真的只有躺着 暗部就搬一条路吗 可不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自己也是邹家第三代中的佼佼者 按照家里长辈的意思 让我熬 论资排辈 慢慢的熬 也许十年八年没什么变化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我还是会慢慢的起来 邹光华骨子里 确实喜欢挑战 喜欢刺激 想走一条和长辈们不一样的路来 证明自己 若兰 还是你了解我啊 让我想想 让我再想想 赵国庆 那是赵国庆 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上次找他的落脚点 把警察都给引来了 这次他应该是跑不掉了 嗯 赶紧去通知一下 把人都调过来 最好是等到天黑 或者人少一点的地方 赵国庆和夏若兰 两人在街上逛着 殊不知 已经被人盯上了 这条街不错 要是有空出来的店铺 可以盘下来 这条街太有名气了 要是在这边开一个店铺 就像是给品牌打广告 这里的位置确实很好 你留意一下 我估计这边铺子价钱不低 嗯 不用担心 我这次回去小赚了一笔 手里有点钱 赵国庆笑着 把这次英山国庆百货 囤货的情况说出来 说是歪打正着 谁知道囤的一批货 都高价出手了 又说 今年是分田到户的头一年 老百姓一年到头 过年是最舍得花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多准备点货 绝对错不了 我就知道 你那脑子赚钱最灵光 赵国庆真的很厉害 这才多长时间 就靠着一个百货商店 一个砖瓦厂 短短时间内 就赚到了数十万的现金 在万元户都让人羡慕万分的年代 手里能拿出十多万现金的 那是妥妥的有钱人 那肯定了 要不我哪有资格敢娶你 葛老子的 他们到时候会享受 在里面吃火锅 兄弟们在外面挨用受动 出来了 出来了 这娘们可真美啊 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 上面说要嘎掉赵国庆 人都嘎了 肯定到时候要跑路 还不如跑路前快活一把 要是把赵国庆身边那娘们给完了 就是有一天死了都值得 黑暗中 那双贪婪的眼睛 就像是毒蛇一样 一直都盯着前面的赵国庆 国庆 前面的灯怎么灭掉了 我们来的时候 那边挺多人的 这会 四周黑漆漆的 路上几乎没人 这地方的灯怎么会坏掉 要不 咱们绕一下 顺着大路走 就是多走一段路 赵国庆此时虽然没多想 但是他也觉得有些蹊跷 夏若兰倒是很乐意 和赵国庆一起散步 在这会天地间 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赵国庆想往一边走 却突然从后面冲出来一个男人 冲着赵国庆喊 你这个臭流氓 你敢调戏我媳妇 你给我站住 我砍死你 自己从来没调戏过谁的媳妇 这个人这样说 那是想堵死自己的路 让我往那巷子里面跑 看来那巷子里有危险 一瞬间 赵国庆脑子里转了无数遍 他把原本挨着自己的夏若兰 往外一推 喊他快跑 往人多的地方跑 而他则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却没有朝着巷子里面冲 伯庆 救命呀 此时夏若兰急了 他一边往人多的地方跑 一边大声地喊救命 而赵国庆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他这一跑 后面的那人就拼命地追 那手持木棍的男人 原本指望着 自己吼叫威逼一番后 赵国庆直接往巷子里跑 到时候 自己只管跟上去 那个时候躲在巷子里的人出其不意 能马上把赵国庆和那娘们制服 谁会想到赵国庆如此狡猾 舍尽求远 根本就不往那黑漆漆的小巷子里跑 随着夏若兰的呼救声 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不少好心人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要来救人 这回治安虽然差点 但是人们正义感强 真遇到事情赶上的人不少 那手持木棍的男人一看 不对 眼看赵国庆也追不上 后面又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上来 他心底一慌 直接就往小巷子里跑 那坏人要跑了 大家追啊 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抓住人 我奖励一千块 奖励一千块 这让跟来的人一下子激动起来 虽然大家正义感很强 但是如果能额外收点钱 谁都喜欢啊 一下子 一群人都跟着往巷子里冲去